最近很多投资人的心情 可能大喜三温暖 比如说这一波台股的金金涨 在这个波段的时候 大家还在怀疑 到底真的还假的 即便有机会给你上车 你还是抽搐不前 于是涨了这一波之后 你终于说我鼓起勇气了 我要来追追看强势股 来拨一把 结果今天进场 可能就落得这样子的窘境 所以现阶段的操作 不管是强势股热门股 到底有没有什么重要 而且简单明显的指标 可以给你一个光明灯 一和我们进行上台来 古期正义价差怎么找出猫 其实从期货跟现货的正义价差 就可以找出一些投资的机会 我们先来看台子期的正义价差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古期 台子期其实整个三月份 或是整个二月份 基本上都是正乳差 我们可以看到 正乳差基本上五十几点 六十几点 三十几点 六十几点 我们以前在前线有教过大家 只要是正乳差 法人就可以去做逃利 但是为什么会呈现一个长期的正乳差 一直到结算 他才会去做一个收敛 我们来给大家读 正乳差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 正乳差当然就是期货比现货来的贵 期货在上面 现货在下面 期货比现货更强 指数比他更高 那就是正乎差 对 正乎差到结算的时候 这两个会一样 所以到结算的时候 不管他接下来是往上涨还是往下走 期货跟现货最后还是会回到一样的位置 所以如果是一路往上涨的时候 现货会涨得比期货多 所以这个时候的正乎差 就是所谓零涨的正乎差 期货先涨在前面了 然后现货后来追上来补涨 但如果是往下结算的时候 那就变成说期货这边是超涨 然后现货这边可能涨一点点或是不涨 那期货的超涨会往现货去做靠拢 去做一个修正 那最后结算在一起 所以大家最难判断 其实就是正价差到底是过热的状况 还是说它是要零涨的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其实整体期货的正价差 跟个股期货的正价差是有相关的 那我们再来讲第二个叫做逆价差 因为它相对来讲就是现货在上面 期货是在下面 这个逆价差在台股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在这一两年 因为多头行期很热的时候 反而逆价差变少了 大部分都变成正价差 为什么逆价差会比较常见 因为在台股做空有成本 做多的成本比较低 但是你要去放空 你要嘛就是融卷 要嘛融卷的话 可能还会有卷源的问题 还会有强制回补的问题 不然你就要用期货 那如果做空的都在期货 那当然用期货空 就会空的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正常来讲台子期通常会比现货来的低 是它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台子期比现货来的低的话 最后走到结算 那就是说期货应该要涨的比现货多 它涨比较多一点 然后现货可能涨少一点 或是持平 那最后他们两个才会 在一起进入到结算的一个价格 或是说如果是往下走的话 那期货要跌的比现货来的少 那就是所谓逆价差的情况 那台子期为什么正价差 会是现在这样子六十几点 那其实就是因为个股期 其实也都是正价差 尤其是像是台积电的期货 我们现在夜盘有台积电期货 所以大家可以看 你手机打出来看 台积电的期货 现在跟我们台积电的现股的收盘 大概差四块到五块 那台积电一点 就换算大盘大概八点五 所以你光是台积电期货 所带来的正价差 大概就占了四十二块多一点 所以有些人觉得期货台子期 正价差六十几点不合理 其实是因为台积电的期货 就占了四十点 所以台积电期货 如果没有跟台积电的现货 去做收敛的话 那当然台子期就不会去做收敛 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台积电期货 会比现货领先这么多 所以我们进入到个股期货 二月份我们来看 这是期交所公布 期货市场参与者的占比 指数期货就是像台子期 电子期金融期这种 我们可以看到自然人占一半 自然占一半 然后再来的外资占将近四成 所以自然人加外资 几乎就占了九成左右 所以期货台子期会是正价差 那从那边来看 不是自然人就是法人的杰作 那再来我们来看股票期货 股票期货自然人占34%多 外资也一样占五成 所以股票期货的部分 自然人与外资占比将近 也是快九成 所以台积电的期货会是正价差 代表不是自然人追价 就是法人追价 那你觉得是自然人追价 法人 法人追价其实不是 我们看下面 是自然人追价 为什么 这边是他们的未平仓余额 就是留仓的部分 留仓的部分我们来看 自营商投信外资 然后是标的是股票期货 留仓的部分多空进而 自营商留了二十几万口的空单 外资留了七万多口的空单 所以不论是自营商还是外资 他们留仓的个股期货都站在空方 那谁是做多的 自然人 所以台积电的期货 为什么会是比现货贵这么多 是因为自然人透过股期去追价 不然对法人来讲 我用股期追价跟我用现股追价 当然是现股追价便宜 然后我再去放空股期 中间五块钱我摆到结算 那我就不管台积电接下来 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这五块钱我一定收到口袋里 是绝对可以赚得到的钱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股票期货为什么这么强 其实就是自然人在追价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 自然人追价会不会赢 好问题 自然人追价如果会赢 那当然就所谓的股期是正价差 而且期货是台子期是正价差 然后追价的时候会赢 那就是所谓领涨的正价差 那如果说自然人进去之后 就是套在高点 买一个比现货还贵的东西 最后结算下来的时候 没赚到钱 那就是说这个正价差 是所谓超涨的正价差 这个问题太好了 自然人会不会赢 这攸关的到底那个正价差 是过热的正价差 还是领涨的正价差 来答案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 结论就是说 这个月的正价差 如果是法人同时站在买方的话 那么就会嘎空 我们刚才前面讲到 如果法人看好一档股票 或是看好台股 他应该会去买现货 因为现货比较便宜 正价差的期货是贵的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法人是同买的时候 如果正价差 这个正价差是自然人买出来的 自然人买出来 但是法人同步有买差的话 就有嘎空的行情 我们来看二三年的一月 去年的一月是大涨 盘是大涨的 当月也是大部分都正价差 同时三大法人都站在买超 那个月就会是嘎空的行情 无疑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变成逆价差 就回归正常的情况 可能就是盘整偏多而已 然后四月是盘整 然后是正价差的情况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就不涨 他就是所谓超涨的正价差 为什么 因为投信啊 外资三大法人加起来 站在卖房 所以你在四月的正价差 这边去年的四月 其实就是超涨的正价差 过热 你买正价差 追股期 不会赚钱 但是五月又大涨了 五月是去年的AI的状况 正价差三大法人都买 都站在买房 所以那个是零涨的 对 你那时候还觉得说 他刚过四月的高点 是不是有点过热了 没有 他就是一路嘎上去 然后到五月大涨之后 六月是稍微偏多行情 但是他是逆价差 就是把五月的正价差 开始做一个收敛 逆价差我们就不太好 因为他是台股正常的状况 然后七月跟八月 还有九月 七月八月很重要 他一样是正价差 因为我们会把除全息的 预估进去 他是正价差 但是你看七八月 甚至都是法人站在卖房 对 就不会涨 盘整或是偏空 然后九月这边跟十月是逆价差 我们就就一样 我们就跳过 但是只要是正价差 怎么样分辨是不是大涨 就是法人要站在买房 那个月要站在买房 同样的状况还有在什么时候发生 十一月的时候 然后一月 今年的一月 一样是正价差 但是不涨 为什么 因为三大百人有人跑票 对有人跑了 外资 对只要是外资跑票 通常就很难 然后二月三月一样大涨 对不对 二月三月外资 一样是大买的状况 那像这种正价差 三大百人当中 投信跑票 投信跑票的话 影响力大吗 影响不大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里面 干脆直接就看外资 外资最重要 再来是自营 自营 外资跟自营 如果他们两个是同向的时候 通常方向就是往那个方向走 我们看 比如说七月的盘整 然后去年七月盘整 然后是正价差 外资跟自营同步站在空方 你看七八九十 七八九十就通通都是 不会赚钱的 都是盘整偏空的一个形态 但是当外资和自营 同步翻多的时候 就容易是大涨行情 然后我们看这边 去年十二月 外资是多方 但是自营是站在空方的时候 其实就只有小涨 所以我们从这张表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时候的正价差可以追 但我想问问 因为这个是那个月份结束之后 对 我们把它统整看出来 价差跟三大法人 然后研判到底那个月的行情是怎么样 但比如说现在的话 现在的话 因为已经进入到三月底 三月我们知道 这个正价差是大涨的一个正价差 但是四月份 我们时间进入到四月份 现在台子期还有六十几点的正价差 对不对 如果你发现四月份外资开始 像今天还是站在卖方 开始连续的站在卖方的时候 那你就要小心 正价差会在四月份去做一个收敛 那这个时候 你就不宜去做追涨的动作 因为在四月份外资跑票了 对 外资一旦跑票 那我们知道三大法人很有可能就不见得是 是站在同买的一个状况 那么你这个时候的正价差 就容易变成一个过热的正价差 这个时候你反而一下买现货空股旗 或者说在这边做一个观望的态度 他就不太容易再形成一个 嘎空的行情出现 哇这太重要 而且太好用 我觉得很简单 第一个看正价差 逆价差 如果正价差 因为你刚刚解读是自然人买出来的 所以那不是法人的态度 那法人的动态 看三大法人 如果三大法人 英雄所见略同都买超 那这个行情领涨没有问题 有人跑票 最严重的是外资跑票的话 那就可能是过热的行情 对我们其实发现 最近93940的行情的时候 外资稍微有一些跑票 但是在整个三月份 他其实还是站在买方 所以重点关注就是在四月份的部分 如果整个月他要是站在买方的话 一定有很多天他是站在买方 或者说有一天两天 他是连续的买很多 最后整个月份 他才会是一个站在买方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发现 四月份开始 有几天他是大幅度的站在卖超的时候 跑票 对那你就要小心 接下来可能就是整个月份 就是走一个价差收敛的行情 甚至于如果转为逆价差 对从正价差跑到逆价差 那虽然现货不动 但是以期指 或是说以个股期的角度来讲 那个就差很多 可能差三点到四点以上 你刚刚因为这个是看指数 对吧 你说个股期 也差很多 比如说我们看台积电 跟台积电期货好了 因为台积电影响对桌 我们看台积电期货 现在是收在七八二 对不对 那我们看台积电的现货 所以是呈现一个正价差三块钱 三块钱 那我们看台积电现货的 三大法院状况 三大法院在这边加起来 在这一块其实还是在买超 但是今天已经变成卖超了 对 所以如果之后 三大法院没有在持续投买 可能是卖超的一个状况 会慢慢变弱 那么这个台积电的价差 就有可能开始走一个收敛 台积电一旦开始收敛 台子期的价差就会收敛 那就不会形成一个 嘎空的行情 那个股以台积电来说 我也可以用刚刚的正价差 搭配了法人的一个操作 来操作台积电的现股价 没错 其实可以 我们看 比如说像法人买比较多的 这几天 法人买比较多的 还有像这一天 你会发现 第一个很有可能会是一个 跳空缺口 而且这个缺口之后 可能就不回补了 然后之后是 这边这一段就没有回补了 这边也是一个跳空缺口 之后没有回补完之后就往上走 那这个也是一个跳空缺口 所以法人一旦有一个 波段性的买盘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代表说 他们对于这一段 这个这档个股是比较看好的 不管三大法人里面是 土阳队做也好 或是说哪一支法人买的特别多 他其实就代表说 在这档个股里面筹码 法人这边是占有一个 比较主导的一个优势 好这是有股票期货 联发客也有股票期货 联发客也可以这样制作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联发客好了 联发客的股票期货的价格 股票期货现在价格是1165 现股好像是1160 来看一下现股 也是1165 那就一样了 已经没有价差了 之前在这边比较有价差 然后我们看 其实三大法人在最近 已经是一个开始调节了 就是没有在持续买的时候 那他什么时候是持续买的时候 在这一天 这一天嘛 这一天就是这根爆量场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三大法人 常常是做一个追价的操作 然后追价之后 如果他这个追价是赢的 那他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直到他们开始去做调节的时候 你就该做一个退场动作 所以其实搭配正价差的一个行情 有时候因为古期 它的需要的门槛比较低 然后古期很容易就变成正价差 那你要去猜 这个正价差到底是领涨的 还是现在市场过热 谢谢玉衡请先回座了 休息一下稍后来谈谈 最近有一个调查报告 台湾的有钱人富豪 其实在资产配置的预算越来越高 钱越来越多 但是很奇怪 很多投资人都在封ETF之际 特别是高股息ETF 听说有钱人不爱ETF 反而持续爱买债 什么样的逻辑 台湾的有钱人喜欢投资什么 我们想要变有钱 能不能跟 休息一下 机展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